欢迎 3月才动完手术 切除肺腺癌肿瘤后 顺利出院重回摄影棚 事后陈文献又自爆又肺 还有一颗肿瘤后 目前没大碍 但27号深夜脸书再发文 身体出状况 手部莫名肿胀突起 陈文献以我的肥水之战为题 比喻身体健康状况 提到2013年后 免疫系统疾病越来越频繁 其中的身体变化是俗称的乌龟背 背越来越厚 让他分不清 究竟是胖破老还是服用肋固醇的后遗症 感叹自己告别当年的魔鬼身材 沦为见鬼身材 如何当你拥有健康或是不健康 反正你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你就是如何 就是要抓紧机会 过去曾在节目上笑看疾病 如今再发现 左脸右手如瘫痪中风 形容这比世界的政治还要混乱 原本仅打算服用止痛药 但医院警告 陈文献若经常性发作 有可能造成永久性伤害 因此又回到肋固醇治疗生涯 人家多勇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面临绝境的时候 你就会有生命力 脸书一发文 众多粉丝关心 正面乐观看待疾病的她 盼能带给更多人力量 粉丝也期盼 陈文献能度过难关 平安健康 记得陈英轩李玉涵她在报道